好 彰化园林昨天下午是发生了气爆意外 有工人进行自来水管线工程的时候 不慎挖断了瓦斯管线出现火花 而天然气公司前往维修不久之后 是瞬间火光炸现 燃起熊熊烈火 总共造成四名年轻的工人 脸部还有四肢都有一到两度的烧烫伤 工程人员手边突然炸出金黄色的火焰 直冲天际 首当其冲的他瞬间全身变成一颗火球 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吓坏对面来一男子 摔跤后马上跳出坑道外拔腿狂奔 其他人员生怕遭受波及 也急忙往一旁逃窜 看到离管线裸露在外 还破了一个大洞工程中断 惊悚爆炸意外就发生在16号下午 彰化县园林市中山南路上 有工人在进行自然水管线工程时 不慎挖断瓦斯管线出现火花 天然气公司前往维修后不久就发生起爆 那样成四名年轻工人连部和肢体 都有一到两度烧烫伤 气爆没多久就有人拿灭火器狂喷才扑面这场熊熊烈火 所幸伤者没有大碍自行前往基督教医院治疗后就回家养伤 不过爆炸遭殃的不止工人还有周遭住户的通讯管道 那会影响到的是电话还是 电话网路 工程人员封锁周围100公尺 从白天维修到黑夜 自然水工程误处管线 好险恐怖火蛇 没有扩大燃烧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林明镜江志南彰化报导